12月7日清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新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率香港警务处代表团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 随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 香港警务处代表团与现场管理群众一起面对国旗昂首挺胸,庄严肃立,行注目礼 官礼结束后,邓炳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这是他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近距离观看升级仪式 心情十分激动,感受到国家的强大 也更加坚定了香港警队严正执法的信心和决心 邓炳强表示,香港警队将秉持忠诚勇意、心细社会的精神 团结香港社会各界,凝聚香港社会反暴力、护法治、保稳定的正能量 早日实现止暴治乱、恢复秩序的目标 坚决维护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 为维护香港持续繁荣稳定、一国两制行稳志愿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按赞谢谢大家